如果说有些地方你假如要参考的话 其实我们云端白板都有 云端白板的话你可以找到 我们上礼拜的这个聚集是在这里 有没有 sub到sub 这个sub到sub 那你往下找 我刚刚写的程式 我有把画面截图了 放在这里 反正你就打一样 应该再怎么样 找得到然后照着打 只是说你现在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讲过了 如果你实在打得比较慢的同学 回去一定要自己再花时间 可能要花的时间 就可能甚至比上课时间还更多 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全部打完 可是我们上课 不太可能给各位太多的时间练习 不然我看每个同一练习完之后 再接着讲 可能会讲不完 所以有的时候 给各位一点点时间练习 如果你实在是还没练习完 没关系回去自己 自己再找时间 一定要把这程式全部打过 不然的话 以后还有更复杂的程式 更多的程式 那你可能就完蛋了 为什么你简单都打不完了 更何况复杂的东西 另外当然如果你实在不会 这边有可以复制的 如果你刚刚程式没打 Ctrl C会吧 选取Ctrl C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程式贴过来 假设你没有打 Ctrl V会吧 贴上 一模一样 所以你刚刚没有跟上 没关系 以后记得 云端上有可以复制贴上的 你就先跟上吧 不然我怕 这永远讲不完 不然 袁同学 不是你不会 可能就是因为你不熟 很多人都会 但是不熟 不熟就没有办法做变通 所以这东西不是会就好了 很多会我学过 但是叫你做 做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熟 因为程式从来没自己打过 怎么会呢 对不对 而且还不只要自己全部打过 他很熟哦 就是你要看到什么 哪一种状况 你要怎么去打后面的程式 你这些都要自己要有那个能力 不然的话后面要做一些复杂的应用 比如说我讲过 一键按一下就自动报表出来 那怎么 那就是因为很熟 所以你就知道每个步骤应该怎么去写 对应的物件里面该给他什么东西 他就帮你把结果给变出来了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 目前呢只有一个 可是要很多个怎么办 我这边总共有第四列 然后呢 Ctrl向下 Ctrl向下意思就是到最下面 它到103列 那实际上呢 我第四列到103列呢 基本上是要做一样的事情 只是差别是列号不同 所以 其实 如果你要做列号不同的话 当然 比较笨的方法是复制贴 改成 这边改成五嘛 这边改成五 全部都改 然后在六七八 一直到103 可是程式太多了 要贴上快100次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请你在上方 撰写一个回圈 所以今天的话 也许你要了解了 以后重复做什么东西的话 就是回圈 那一般人 人工最讨厌做的 重复的事情 但是这却是电脑的专长 所以为什么要应用电脑 程式撰写 因为他重复做的事 是他的专长 不是你的专长 所以你如果每天都重复做的事情 请特别注意 请你用程式的方法 叫电脑去帮你做 不过前提你要写得出来 那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写不出来 只好你把自己当电脑还用了 每天都像机器人一样 复制贴 或者是说做同样的动作 理论上应该是你要去把程式写出来 叫电脑去帮你做 可是要怎么去叫它重复做 这个回圈 那回圈特别重要 第一个我们要学叫for回圈 有个规则 for for的规则的话 就是 刚才讲说 for i i的话是一个变数 就是说呢 我的列号呢 等于 你帮我在4空一格 到103之间 帮我做替换 让我Enter两下 再打一个NAS 这个NAS是 for跟NAS是一对的哦 有for一定有NAS 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这个i里面的变数值哦 它第一个会是4 第二个会是5 6一直到103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这个固定规则哦 所以可能慢慢要把它熟悉 而且最好是能够记下来哦 OK 这个回圈的写法固定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怎么样 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它的中间 为什么 因为我的变化 是要在这个中间做变化 所以forNAS 把这个删掉一下 让它上去 那因为是在这个跟这个中间 所以把中间这一行 我习惯就是缩排 按个Tab Tab就是下一阶吧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啦 不然很多时候程式很冗长 你如果没有缩排 全部放一起 哇 看得头一脑脏 OK 特别注意哦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哎 这个i的词不就会变动吗 所以接下来做什么呢 应该猜也可以猜出来吧 把4怎么样 对 就OK了 就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接下来的话很简单 把4改成i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一直 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一直到103列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是很简单 把4改成i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试一下 如果确定OK的话 你当然可以直接 去把它执行啦 不过 直接执行太快了 一下全部跑完 所以呢 我是建议怎么样 你可以 跑一个 我先把这个删掉一下 我是建议 如果你觉得跑太快 你可以 针错里面有个按键 叫 组航 针错里面的组航 对应到F8 有没有 意思说 我程式 全部跑 这样就全部跑 可是问题 全部跑完了 太快了 我想要知道细节 怎么办 你可以这样 先删掉了 你可以呢 按F8 F8 组航来跑一下 那你会发现 F8 按一个F8之后的话 它才会跑一行 那如果这一行跑过之后 你游标放上去 它这个时候是4 然后再按一个F8 它这一行执行 执行这一行之后 你会发现 东西过来了 跳NAS之后的话呢 它又跳回来了 那你请你把游标 放在I上面 I又等于5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呢 慢慢去观察 I又跳NAS 跳回去 I等于6 如果你希望 程式可以跑慢一点 不要直接跑完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建议 你可以 按一下一个 所谓的那个快速键 叫做F8 它就会组航组航帮你跑 不过 大概我已经知道 一直跑到103停掉了 所以 我可以全部执行 因为后面都差不多一样 全部执行 那你可以接下来再看一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的话 刚刚好103全部都完成了 OK 那不过呢 问题来了 我们这边还有个清除 对不对 清除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重新插入程序 有个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拿这个来改 怎么改 其实你可以一一写好这个 把这个复制贴 复制贴 不过我习惯CtrlCtrlV或者是拖拉加Ctrl键 这边可以怎么样 改成叫清除 所以特别最后 你可以不一定说一定要插入程序 你可以拿其他的程式来贴也可以 然后呢 不过 刚刚是丢东西嘛 现在怎么样 丢没有东西 所以你把这一些删除掉 但是特别最后 没有东西不是留一个空的东西 它会出现错误 那应该后面放什么 对 之前讲过嘛 就两个双名号 这个就没有东西 没有 这个应该叫没有字 没有字 没有文字 那没有文字就是说 就是把里面的东西清掉 OK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没这个概念的话 如果你把它控下来 结果就不对 OK 好 那这个清除的话呢 我就把它执行 这样OK 所以门号 清除 OK 这应该没问题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 刚刚这一行 你可以从云端上抠下来 都没完 没问题 再来 加一个FOR回圈 那如果你实在是有问题 还是不太会 回圈这边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两段 实在打不出来 C C C V 也可以啦 我建议就是慢慢可以跟上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慢慢熟悉一下 那个云端的东西